登上中国第一大火山岛 品尝这里最香甜的火龙果 嗯 好甜 而且看汁水 就真是小小的咬一口就流了好多 走进澳洲水生动物保护基地 大海龟在这里得到悉心救治 五六年前救助的 现在已经很正常了 到了今年的三月份 它就放回大海 在澳洲岛上 了解一段岁月王室 感受海岛人的爱国情怀 纪念章它背后承载了 这么多的故事 承载了这段历史 所以我觉得它沉甸甸的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第八十四季 澳洲岛上瓜果嫖香 正在播出 作为一座滨海之城 湛江不仅有着漫长的海岸线 还拥有许多独具特色的海岛 其中离湛江市东南处 约四十公里的澳洲岛 不仅风光秀丽 还生产各种瓜果蔬菜 以及地方特产 这一趟行程 我们从湛江市区出发 前往有着瓜果枝香美誉的 澳洲岛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 东南码头客运站 一会儿我们要坐船 去到对面的澳洲岛 澳洲岛是中国第一大火山岛 在那边的雾山是很丰富的 所以我们和小蔡姐 在这边约好了纪念 一会儿一起登岛上去看一看 小蔡姐久等了 没想没 我看这边这个码头 就是大家平时坐轮渡 去到对面岛上的一个码头 是的 这一边就是坐客船 专门在员的 然后另外那一边是渡船来的 可以载车的 也可以载货车 哦 所以这样就比较方便了 看高高街都是下岛的 当地的居民吗 还游客呀 大多数都是居民来的 因为我们岛内很多人 在外面工作呀 学习的呀 上学的嘛 他就会在这里出去了 像岛上也有很多人住吗 有啊 我们岛内有五万人 有五万人 所以这样看来 这个岛的面子还是很大的 有五十六平方公里 算起来不小 待会带你转一下 好 负责宣传工作的蔡婉林告诉我们 虽然满洲岛并不算湛江最大的海岛 但是因为距离是拘禁 再加上各种丰富的资源 常年定居在海岛上的人很多 跟随蔡婉林 我们登上了前往澳洲岛的客轮 这两年因为疫情原因 来岛上的游客少了很多 但是他们这里以本地客流为主 受到的影响并不太大 像之前的话 夏天我们这里就水放进来的 很多 尤其是周末 周末都是家庭形式的过来 我们岛内呢 是以那个海场 还有农中物为主 待会去到 你就看到一片都是绿色 听着蔡婉林的介绍 我们对即将到来的海岛之行 更加期待 在海面上行驶了大约20分钟后 我们抵达了澳洲岛 澳洲古称芒洲 在20至50万年前 由海底火山喷发而成 是中国的第一大火山岛 海岛面积将近56平方公里 地势平坦 居民大斗集中在海岛沿岸 一上岛 蔡婉林就带着我们来到了 最热闹的镇中心 这条街就好热闹 对啊 这条街都是我们这里的土拓厂了 像一些阿公阿婆 他们自己家有地的呀 就会种一些蔬菜 芳薯啊玉米啊 拿来这并卖了 因为海岛上大都是耕地 因此很多农户家里 都会种这些蔬菜瓜果 除了自己自俗 平日里也会拿到镇上来售卖 甘蔗 香蕉 火轮果 是岛上的三大特产 今天卖了多少 今天要卖100斤 那感觉其实这边本地虽然种香蕉 但是吃香蕉的人很多 还是有 因为这一片是属于比较繁华的区域 住宅区 然后这一边的他们家里有个别的 是没有种香蕉的 就喜欢买这个吃 在村庄上就不用吵 陈岳英是海岛上的农户 他告诉我们 这些香蕉产自自家地理 因为岛上雨水充足 土地肥沃 所以水果的口感更加香甜 很甜啊 很甜 很好吃 口感这个果肉就很紧实 哇 好好吃的香蕉 感觉肉口很滑 这个怎么卖啊 香蕉 两块钱一斤 物美价廉的香蕉新鲜有人 岛上的特色小吃 同样让人垂涎与低 在蔡婉林的带领下 我们追寻着香味 来到街边上的一家小吃摊 油饺子 油饺子 这个是水果门道内的文化来的了 什么馅儿的呀 有椰子 花生 芝麻 鱼丝 花生 米苔 还有红杂在里面 蔡婉林说这种小吃叫油饺子 当地人也叫炸饺子 这是他们从小就喜爱的美食之一 因为饺子里塞满了芝麻 砂糖 花生等各种馅料 再加上酥脆的口感 一口咬下去是满满的幸福 有点甜 还有白糖在里面 所以有点甜 吃起来就很酥脆 然后一直因为刚刚烤熟 它是热的 都会很香 然后看里面的这个馅 有椰子有黑芝麻 然后因为有糖 就比较甜 就很适合过年的时候吃 还是平时的什么节日都会吃 我们正都是过年前才会制作 像平常的话制作的也就比较傻了 实际上突然就想吃 就会搞一点点这样子 在闹州岛 有饺子有着吉祥富裕的好兆头 用本地的话说就是 有饺有钱的意思 所以逢年过节的时候 岛上的居民就会吃起油锅炸饺子 从热闹的骑士出来 我们乘坐观光车一路前行 道路两旁的景色 逐渐从投房变成了连篇的种植区 大部分是香蕉和火龙果等种植物 在闹州岛上这么大面积的去种火龙果呀 其实我们闹州岛是因为是那个火山放发 呈现出来的一个海岛 然后我们这里的土地比较肥沃 那个有火山灰的成分 那矿物质都比较高 所以种出来的水果质量也比较好 在我们这里那个火龙果收购都很价格 上面是挺受欢迎的 因为我们价格偏高一点点 得益于优质的土壤 闹州岛上种植出的火龙果 不仅未美多汁 收购价格已比岛外要高出一些 因此农户们种植火龙果的积极性很高 在蔡婉林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闹州岛上的赤马村 这里是岛上火龙果种植面积最大的基地之一 这边看 两边结的都是满满的火龙果 可能还没有完全长熟 都是绿色的 等到它们都变红了之后 这一天得多好看 再有一个星期就差不多了 一个星期就可以了 五天到一个星期 小心啊 这边已经有变红了 火龙果每年可以开花12到15次 它们的采收期很长 再加上春冬季补光 产果期甚至能达到6到7个月 因此每隔一周左右的时间 农户就要收购一次 在地里 我们见到了正在采摘火龙果的豆纹席 它家在这里种植了15亩地 哇 这个好大呀 我们平时摘果呢 都是这样子的 它这里把它这样子放远一点 这样直接剪下去 不能看着后面 拖着它 因为怕它把它剪浪 剪到皮的话 它就卖不出去了 哦 所以要穿透上的这个绿色的叶子是吧 放进来一点 好吗 这样扶着它 就可以剪了 你来吧 你来试一下 因为火龙果的果实 有些阴天 如果说太阳更好的时候 阳光打在这个果子上 颜色就会更亮 更亮的 更好看了 豆温奇说 在他们这里 火龙果的每个果精上 只保留一到两颗果实 所以营养其中 这样果实就会长得又大又甜 最大的火龙果能达到两三斤中 闻着都是这种清香味 大大的吃一口 嗯 吃一下下 嗯 甜吧 好甜 而且看 你看这个汁水 嗯 就真是小小的咬一口就流了好多 你看我手上的颜色 就是天然的这种染料的颜色 很漂亮 很清甜 嗯 就是 尤其是 越往心里面吃就感觉越甜 对 它的心里面是更甜的 里面是更甜的 好 富含各种维生素 以及蛋白质的火龙果 吃起来口感绵柔顺滑 甘甜中还带有一丝 独有的清香 十分好吃 同时火龙果的果肉 糖分以葡萄糖为主 人体容易吸收 也很适合在运动后补充体力 因此 脑中到又大又甜的火龙果 深受市场欢迎 现在一般都是会卖到哪里去 广州的收购商的话就比较多 因为它那里是个中转账吧 它在收购到广州去 然后它在销完全国过地嘛 因为我们的火龙果保鲜工作嘛 还不是很先进 它不是销得很远 我们希望它以后能够销得更远呢 所以就是如果有更好的这样的保鲜的手段 能够运到更远的地方的话 可能在族国很北方的一些朋友的话 也能吃到脑州岛这种又大又甜又漂亮的火龙果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啊 如今整个脑州岛种植了两万多亩火龙果 他们不仅给当地农户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也让脑州火龙果成为这个地方最为知名的农产品之一 在未来 随着深加工和保鲜技术的不断进步 农户们期盼着脑州岛的火龙果能够走得更远 能够让世界上更多的人品尝到 他们岛上最美最香甜的水果 走进脑州水生动物保护基地 海洋动物在这里得到悉心救治 五六年前就这个救助的 现在已经很正常了 到了今年的三月份 它就放回大海 体验旧植动物过程 看海龙如何恢复健康 真的是好深那一道烤的 最长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第八十四季 湛江 浪州岛上瓜果飘虾 正在播出我们远方的家 行走海岸线市日组 继续在浪州岛的行程 除了传统的种植业 岛上的许多居民还从事着渔野捕捞 常年出海 渔民们偶尔会误补到一些珍稀的海洋动物 遇到健康的它们都会放归大海 要是遇到受伤的动物 渔民就会在第一时间送到救助站进行治疗 在蔡瓦林的带领下 我们来到了浪州岛上一家专业的动物救助基地 见到了基地的附属人梁岸州 这边我们所在的都是整个这个基地了 对对对 我看这边是有一些是在新建什么呢 现在做的是海洋生物馆 这这个海洋生物保护的宣传 梁岸州告诉我们 从2009年开始 它们从一家养殖厂 准变为水生野生动物的救护科普基地 目前主要救助的是被政府部门收缴 或是渔民误捕的受伤野生动物 其中最主要的物种就是海龟 这里的呢就是可以放到海里面的 就放在这里 让它适应一下那个海上的环境 就先放在这里停留几个月这样 看每个龟的龟壳的颜色都不太一样 有的发绿一点 有的发黄一点 对对对 这跟品种不一样吗 不是一样一个品种 都是历海龟 对 这个是七年的 七年旧旧的 它当时受伤了吗 对 哪里受伤了 那个脚嘛 因为那些就是那个流气网 藏着这个脚 结果就刮伤了 梁爱州告诉我们 目前在基地户外的水池里 放养的大都是一些伤势较性的海龟 它们一般只需要两到三年的时间 就能恢复健康 如果是伤势较重的海龟 则会被放到专门的水池里进行救治 这只好大啊 这个海龟呢 是五六年前 就是这个救助的 现在已经很正常了 到了今年的三月份 它就放回大海 所以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它就要回大海 对对对 在这边已经住了五六年了 对对对对 我能力进来看看它吗 可以可以可以 那当时它是哪里受伤了 它只要 它就是那个碗抓的 那个营的碗抓的 它只要是这两个地方 受伤严重 绿海龟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通常生活在广东福建沿海一带 是各种海龟中体型较大的一种 体重可达200多公斤 2016年 这只绿海龟被渔民发现时 它的身体被渔网缠绕 龟壳和手臂都受了重伤 如今经过六年时间的康复治疗 伤口已经痊愈 身体状况也非常好 因为保护人员多年的精心看护 这只绿海龟一看到有人过来 就很自然地靠近我们 甚至当我们触摸它时 也会十分乖巧地抬起头 梁海舟说 这也许就是动物对我们人类的信任 在同一个池子里 还有一只绿海龟 因为伤势较重还在恢复之中 这边是涂了药是吗 对对 现在这个是涂了那个药 还有隔一段时间 要把那个消炎针 我看这边也是有伤 很快就会恢复了 我看它的尾巴那边 那边伤就比较严重 很明显了 上面那一层皮都破掉了 它慢慢地 甚至肿的它就慢慢地恢复了 慢慢地长 那它大概这个要完全恢复 按照您的经验判断 要多长时间 要两年至少 在至少还要在两年 对对对 才能正常 根据工作人员的经验 这只绿海龟 至少还需要两年时间 伤口才能完全恢复 之后还要进行一年左右的调理 等到身体活动比较灵活 胃口也特别好的时候 才能放归大海 因为伤口比较浅 这两只绿海龟 还能够在水里自由地游动 对于伤口较深 伤势较重的海龟 就需要专人进行看护 这个红海龟是 20年4月19号救助的 罗贤甲打伤了这个贝壳 当时它有一个洞 然后就好像我们现在 把那个水放浅了 也就是把那个贝露出来 防止那个水漏进去 梁矮舟告诉我们 这只红海龟也叫西龟 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 爬行动物之一 属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目前这只红海龟 是基地里受伤最严重的一只 因为伤口太大 身体很虚弱 现在进食和活动都比较困难 就在我们拍摄期间 工作人员准备给它 进行每天的治疗 为了避免伤口再次感染 在治疗前 工作人员需要先拿水池 清洁干净 并在地上铺上棉被 真的是好深的一道口 特别长 但是这个龟壳 它还能慢慢长回来吗 也没有救助过这么严重的 它估计是 是很能恢复到 原来的那个模样 但是肯定它会慢慢慢慢地 正常 逆时啊 活动啊 应该不会太大的影响 所以是现在是状态好很多了 刚开始来的时候 就是要很精细地照顾它 对对 当时回来的话 它都不动 它疼得都动都不敢动 在以前它一直都没有吃东西 都是要员工逛料的 现在它都能够自己吃到东西了 这个就慢慢地恢复问题不大 海龟能够开始自主密室 说明它们的身体机能正在康复 对于救护站的工作人员来说 这也是它们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所以我们现在看着 其他池子里那些 非常健康 游来游去的乌龟 可能原来的时候 也都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虽然没有这么严重 对 它也是伤的 或者是病的 这种情况 所以我们看现在 在二位护理这只乌龟的时候 真的是非常的细致 要很耐心地 帮它消毒 帮它上药 再帮它们喂食 然后再想一想 我们刚刚看到的每一只乌龟 都是这样被精心照顾过来的 你真的是花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 在他们身上 因为它跟演一样 然后就是假如有伤痛的话 你不治疗的话 感觉那个心很不舒服 因为一份同情 同时也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十多年来 梁爱州和救护站的同事一起 始终热爱着这份工作 截止到2021年 他们已经陆续救治了 一千多只珍稀宾威野生动物 从鲸豚 海龟 到带帽 歇后 只要是能够进行救治的野生动物 它们从未放弃 这个小海龟挥补得很好 喂料啊 什么的 怕吃料啊 都很正常的嘛 小孩挥补快 对对对 然后这个小朋友就比较调皮 来回有来回动 所以虽然是几只伤员在一起 但相处得很和谐 已经像一家人一样了 对对 这个呢 它这一块 它也就是互相实习了 没什么问题了 顽皮的小海龟就像孩童一样 在水中嬉戏打闹 一会儿钻到水面上 一会儿躲在水里 动物之间的快乐 也深深影响着救护站里的每一个人 在他们看来 能够为这些可爱的精灵们做一点事 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为此他们愿意把最好的条件 给这些动物们 在基地里 为了给动物腾住房间 梁爱周和同事们 都集中住在了一个房间里 这边都是宿舍 我这里 我这里 这个是宿舍 也在这里住 也在这里办公 还是比较简单的环节 是很紧陋的一个 我们就住的 这些住料全都有那个纯淡的 纯在那个电脑里面的 梁爱周说 每一次救助野生的母后 他们都会建立一个详细的档案 这里基督都比较清楚 填包的时间 还有多重 多长多宽 然后每一只龟 或者每一只海洋生物 它都有它自己的这样一份 对对对 都有这个存档的 有的也会写他们的状态 比如正常啊 是要观察 对对对 它也会有死亡的现象 有的有的有的 比如说这个海龟 它的那个伤情比较严重 救助回来的时候 它就不会动 通过了两个月的 那个救助就没办法救活 然后就埋了 所以努力了两个月 还是没救活 对对对 所以那当时埋它的时候 现在很差吧 那个是了 十多年的救助经历 梁爱中和同事们 也经历过失败 经历过命令死亡时的无助 但是每一次他们都会拼尽全力 去救治这些野生动物 梁爱中说 之所以拥有这份动力 是因为自己曾亲身经历了一件王室 我记得八七八八年的时候吧 海龟有感情 其实呢 我们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那时候就想要保护了 对对对 我们开始的时候呢 就也在那个市场上买过嘛 还有呢 就是那些移民会抓到那些海龟啊 我们都会跟它买回来 放在我们这里 就受伤了这些呢 就是我们也治疗啊 好了之后也会放到大海里面 所以从那时候呢 就是也没有专辑去做 但是就是挂了那个 政府挂了牌之后呢 就是零九年开始 我们确实是专辑去做这个事情 经过那一次特殊的行李后 梁爱中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 开始抽集资金 建立专门保护海龟 以及其他水生动物的救护站 经过多年的发展 以及在政府的支持下 他们从一家养殖基地 转变成为了广东省的 省级水生野生动物救护基地 实现了政府与民间保护的融合 如今在滥州岛 以及湛江附近海域 渔民只要误补到野生动物 都会第一时间和他们取得联系 他们就会展开动物的救助和收养工作 就在我们节目播出前夕 梁爱中告诉我们 那只受伤严重的红海龟 已经能够自主密室 精神也好了很多 他们和当地的志愿者一起 又将一批康复的海龟放归了大海 一段值得纪念的光辉历史 凝结海岛人无法忘怀的情感 去解放海岛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纪念城 这个是纪念城的 一盏照亮了一个多世纪的灯塔 成为守望者心中最明亮的灯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 行走海岸线第八十四季 湛江 挠州岛上瓜果飘香 正在播出远方的家 行走海岸线事对组 继续在挠州岛的行程 独特的地理位置 曾经赋予了这座海岛 一个特殊的使命 1950年 在解放海南岛的战役中 挠州岛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渡海作战的集结点之一 这里不仅承担着集结物资 训练战士的任务 更是当时冬前作战的 重要出发点之一 在挠州岛 我们来到了渡海先锋营陈列室 了解那一段值得记名的历史 当时我们挠州这边呢 是一个43军的一个部队来的 可以像这边看一下 因为我们是43军 1284383团的部队呢 是驻扎在我们挠州岛这边 并且当时部队选择的路线呢 是跨过了泉州海峡 在赤水港到同国领域 岸进行登陆的 也算是我们这边的部队 是一个先行部队 先去探索一下海南岛上的 一个内部情况来的 当时我们这边的43军 1284383团一营的部队呢 当时是1007名止战员出发 并且带了100多名 挠州船工一起过去的 1950年 根据解放海南岛的战役部署 挠州岛上的383团一营 作为渡海先锋营 率先出发抢滩登陆 然而由于渡船条件所限 部队只能乘坐风帆船进行抢滩登陆 就在那次渡海作战中 他们遭遇了七级大风 一艘机枪点的船只触跤沉没 整艘船上的战士和船工 壮烈牺牲 最终历经了整整57天的英勇战斗 海南岛全面解放 而那些牺牲的战士和船工们 也长眠在了他们战斗过的地方 看这边有一些渡海英雄匾 功臣匾 以及一些证书 我看写的是船工 他们都是当地人 对我们挠州本地的船工 第一个是捐船 第二个是开船 因为我们挠州很多船工的 都是在海南这边海域进行打渔的 所以对这条海线的航线的 都是比较熟悉的 所以当时也是船民 渔民和军人 一起完成了这样的一个装具 是的 时光荏然 虽然当年许多跟随部队作战的船工 已经去世 但是他们的子女还生活在岛上 在挠州岛的黄屋村 我们见到了当年出海船工的后代 已经79岁高龄的黄美红 至今她还记得 在村口的广场上 解放军训练式的场景 解放军来到这里 来到这里就在海 在港里边那个海边送电 从里边那个船工 叫它那个游水 和它这个新的游水 这边离那个港口远吗 离海边远吗 不远不远 一过去就是了 旁边就是海边 以前这边没有房子的 通通是三年的 有点连子 黄美红告诉我们 当年她的父亲和叔叔 经常帮助解放军战士 进行游泳 和驾驶船只的训练 当时她还小 就在一旁看着大人训练 有时候等到训练结束 战士们还会给她一些好吃的 她们从海里上来 就来到这个井边 打水在那里 冲凉洗衣服 原来这是个井 这里是一个井 那边是可以打水的一个 冲凉凉就在这个树林下 那个休息 休息呢 她那个时候就发那个蒙草来去 我的小孩经常来这里 那个部队呢 同时也给馒头给不吃 我心想最多 那段时间 对年幼的黄美红来说 是平静而快乐的 不仅每天能够吃到大馒头 还能和战士们玩耍 直到1950年3月10日 战斗打响了前夕 她的家人也准备跟随部队 出海作战事 她才意识到 那是一次生死的离别 在村口有一座古老的寺庙 这是脑中民众 为纪念南宋抗云名城 陆秀夫所建的庙宇 黄美红说 在出发前 村民们都会在这个代表着 中庸的地方 为战士们举行出征仪式 去解放海南岛地 剧院军人通通在这里排队拜神 拜神就喝那个血酒 喝血酒呢就同生同树什么 表姐且信这样 他们从在这里排都排成了 当时他们走的时候村民都是去送他们了 送啊 传送都送了 传送的有气的 有爱族气的 有没有爱族气的通通传送的送 送到海滩那边 送到海滩那边有点哭了什么 那个真的还能做了 如今虽然往事过去了七十多年 但是每当黄美红回忆起 村民们送别家人时的场景依然感动 他告诉我们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 所有人都是义无反顾地参加战斗 他的大伯 叔叔和小叔 也都作为船工参加了渡海作战 当时他的小叔还不到二十岁 在黄美红的家里 至今还珍藏着一枚珍贵的渡海作战纪念章 去解放海南岛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纪念章 这个是纪念章的 下面写着解放海南岛纪念章 这每个人都有 画着的是这个小旗上面写着八亿有红星 然后画着一艘船还有海浪 就是当时的一个作战的一个场景 我们的战船胸就就强 可能当时这是木船 通通是木船 木旁船 所以当时那场战斗也是很纪念的 有三个旁的 有两个旁的 每张船就中十几个人 大地就中二十多个人 包括那个解放舰和我们的船工 一枚小小的纪念章成为了当年渡海作战的珍贵记忆 黄美红说 在纳斯渡海作战中 他的小叔身负重伤 回来后 没几年就不幸离世 第二个是小叔 第二个小是小叔 小叔去世的名利很小 很小啊 二十岁 他还没解放嘛 二十岁的时候 二十岁的时候 十几岁就 就去 成家解放还能到 小叔立个工啊 他那个冲上去 丁龙那时候啊 跟那个解放舰冲上去 船工有投机当的 被穿的什么的 跟着那个解放舰冲上去 跟那个解放舰冲上去的 穿穿穿着脚饼 胳膊这边 嗯 脚饼 我看他 我就问他 我来看他 我说你 小叔你这里为什么有八行 他能将那个情况送给我的 那您后来会常常想起他吗 有啊 经常想起 嗯 就是他这种精神的 经常的 跨年 解放舰冲锋啊 他就是从前面 很勇敢 很勇敢的 黄美洪回忆说 当年很多参加战斗的船工 大都是村里二三十岁的青壮年 他们跟随着解放军战士们 一起渡海作战 在枪林弹雨中 经历着生与死的考验 回来后 他们把这份特殊的经历 当作是人生中一件自豪的往事 小心翼翼地珍藏起来 所以其实听阿公讲这些故事 我感觉手上的这个纪念章 虽然是一名小小的轻轻的纪念章 但是有着 它背后承载了这么多的故事 承载了这段历史 承载了这些船工们这些战士们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还沉甸甸 对大家传出去 这种精神 爱国 爱国主义精神 作为船工的后代 黄美洪把这种爱国精神一直延续了下来 年轻的时候 他作为村长 为家乡的建设尽心尽力 退休后 他成为村里的义务讲解员 只要有客人登岛 他都会热情地介绍当地的情况 聊一聊当年村民们参加解放海南岛的战役 在他看来 这既是一段往事 更是足足备备 不能忘记的历史 临近拍摄结束 黄美洪带我们来到了 距离海边最近的地方 他告诉我们 当年就是面前的这片海 无数的解放军战士和船工们 从这里走上了战场 所以当时这些解放军 他们就是在这边四面 就在这个海滩 那个张朝的时候 就送海链 一出门我就想起了 那个送那个小叔 去解放海链到 那个林边那个时候 那个清净 传宗人都哭了 怎么样 那刚刚阿公在给我们讲起这段故事的时候呢 也下起了绵绵的细雨 回头看这片海 也是阿公小的时候看到的这片海 其实那段历史离我们并不远 但是像阿公他们愿意一直守在这里 未曾离开 并且一直把这样的故事 讲给我们更多的人听 同样的这片海 因为一辈又一辈人的守护 而充满了深厚的感情 在满洲岛 还有着许许多多这样打动人心的故事 在海岛的东南角 有一处特殊的灯塔 它是世界上仅存的两座水晶魔镜灯塔之一 如今这里的守塔人 已经传承到了第三代 后面就是这个满洲灯塔 感觉它非常的特殊 整个这个灯塔的外围都是用这种纸砖切起来的 玛石我们岛内叫玛石 玛武石切的 而且它特别高 像这座灯塔它是始建于什么时候 1899年了 开始建到1904年建设使用 当时是什么情况 当时是在法国人在这边 称赞广州湾那个时候 在强旧的时候 就接下来就建了这个塔 没有他们的经事 还有经济那些目的就开始建了 李光亮告诉我们 这座建于法国殖民广州时期的灯塔 距今已有123年的历史 塔高19.2米 灯的海拔高度103米 是由挠州岛当地的工匠建造而成 1945年 中国政府收回挠州灯塔的管理权 这里由此称为进出战江内陆的主要航标灯塔之一 如今在当地人的精心守护下 这座水晶魔镜灯塔 依然发挥着护航照明的作用 一站到这个灯塔的塔心里面 就感觉非常不一样 和我们之前去过的灯塔全都不一样 它整个这个折射的这个灯非常大 对对对 直径得有一米多是吧 对对 它就这样行转了 它大概五六秒那一周 作为这片海域最早的灯塔 挠州灯塔的照射范围达到26海里 相当于48公里的距离 李光亮说 这是因为水晶魔镜独特的构造原理 纵观整个灯局 一共用了160块三棱水晶镜片 组成类似棒状的灯罩 灯罩中间放置秃头镜 在当时 这种最为先进的设计原理 可以使光的折射距离更远 它每一道那个水晶魔镜片 都有那种灵桨 它可以把那个光 直到中间那一点瘦出去的 它以前是点没有灯的 没有这种灯泡的 现在是鲁化灯泡 里面的这个灯泡是换了的 但是外面的这个折射的进去 对对 这上面目前还是原来的 这都是原来的 还有中间这个电机也改进过了 除了更缓照明效果更好的灯泡 他们还把原来发条牵引的底座 改成了电动转速箱 来牵引灯罩进行旋转 原来每两个小时就要上一次发条 现在只需要每天上塔 来进行一次安全检查 这样的设计 让手塔人的工作轻松的不少 而最初 老一辈手塔人的任务就要辛苦得多 最早就是前一期同志了 我们都叫他阿公阿公 他最早的时候 他是全部都转到这里来的 他是河南 当时他来了 就有五十岁那样了 他一直到八五年那样 去世了 三十年了 他去世了他还埋在这里 他一生而愿望就是以灯塔是手腕了 以灯塔为家了 对对对 第一代灯塔人陈毅 是整个脑猪岛人都熟悉的阿公 三十多年 他从未离开过灯塔 甚至退休后还义务值班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阿公经常说 作为一名灯塔人 任劳任怨 尽心职守 是他们的职责所在 更是一名革命军人的使命 如今作为第三代专职的手塔人 李光良接过了这个任务 在他看来 这是一个有些枯燥的过程 守护灯塔没有波澜壮火的故事 没有偿缓偿性的风景 在这里 需要的只是日复一日的耐心和细心 需要的是将漂泊在海上的 每一个人的安危放在心上 夕阳夕下 博物中的脑猪岛显得十分美丽 码头上 渔民们载着海货 正在回家的途中 田地里 农民们还在耕耘着一亩亩凉田 平静的海岛上 每一个人都在辛勤地劳作着 他们收获着丰收的喜悦 也创造着这座海岛的未来